记者陈丽严台北报道,肖黄基左击退翁立友, 荒山亮,许富凯等劲敌,四渡秦夏金取台语歌王创记录, 会后他在麻辣火锅店开心举香槟庆功, 也为同门师妹吴申梅杠归台语歌后感到很惋惜, 坦言事前很看好他,申梅在这张专辑很用心, 我帮他做整张专辑,他没得讲我很难过, 我的,金取,遗珠就是申梅,肖黄基表示, 他入围金取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后, 听了所有入围台语男歌手的专辑, 预测台语歌王颁给许富凯,台语歌后是吴申梅, 自己拿最佳台语专辑奖,私下也跟许富凯说, 你这张专辑做得很认真,猜他杠归四,五次, 这次很有可能拿奖,当典礼宣布他获奖后, 一旁的荒山亮海打去对他说, 你现在有四座奖杯,你可以放桌子当四脚, 在桌上打麻将。 对于事前夺奖呼声很高的师妹无声眉空手而归, 他直言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很纳闷,他应该很难过。 透露私下又去安慰对方, 萧黄奇卓虽抱回台语歌王, 但却与台语最佳专辑奖擦身, 他表示喜欢音乐的人,对专辑是最在乎的, 虽然觉得很可惜, 但也大力称赞茄子蛋的专辑卡通人物做得很新, 是一种年轻人的呐喊,笑说, 今天能够的奖非常开心, 我会继续在音乐岗位上努力, 努力唱好每首台语歌, 继续写我喜欢的台语歌。 而萧黄奇更在庆功宴上宣布, 要把台语歌王奖金十万元捐出来犒赏员工, 招待他们去北海岛旅游, 不够的部分也一口允诺由他补贴, 萧黄奇发专辑习惯维持一张国语, 一张台语模式, 预告之后将推出国语作品, 希望接下来的国语专辑, 有机会跟Chay Jay、Eason一起角逐国语专辑。 萧黄奇预告之后将推出国语作品。 记者宋志雄社, 萧黄奇金曲讲庆功。 记者宋志雄社, 自由电子报提醒您, 未成年进物饮酒。 酒后进物开车, 自由电子报提醒您, 饮酒过量, 有害健康。